大家好,我是一本正经的暴君 失去儿子的一对年轻夫妇 从一个神秘人那里买了个玩偶 之后老婆就像种鞋了一样 每天喂食物给玩偶吃 高分获奖恐怖片 玩偶制造商 杰克若是年纪轻轻的 就失去了宝贝儿子 一般第一胎的孩子 父母都是十分宠爱的 两人无法接受丧子的这个事实 每天都是吃不下饭 睡不安稳 好像丢了三魂七魄一样 眼看这样腿脏下去 也不是办法 房贷车贷什么的 还等着每天996呢 也是偶然的机会 两人认识了一个 神秘的木屋制造人 坎爷 坎爷十分理解 上者的悲痛心情 要到了他们儿子生前 最喜欢的一件物品 要说这个坎爷 也真的是有两下子 箱子里放着的明明是一个公仔 随便挥舞一下手上的铁棒 下一秒奇迹时刻就到来 玩魔术啊这是 若是简直不敢相信 眼前的一切 公仔瞬间变成了宝贝儿子 杰克也彻底傻眼 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 很明显这是坎爷 搞出来的某种魔术 用幻象迷惑他们的心智 意味公仔就是孩子 只要一直和公仔待在家里 潜意识里的东西 就全部是自己小孩 一旦走到外面的地方 脑子也会清醒过来 回复正常 这么好玩有趣的个公仔 也不是随便就能乱玩的 必须准备使用说明 进行操作 每天和他相处的时间 最多只能一个小时 之后必须放回箱子里 直到第二天才能拿出来 如果不遵守这个操作 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一切择日将有违规者承担 慢慢的意识就会变得模糊 彻底迷上公仔 身边的一切人事物 都将被一万盒抛弃 自从有了小公仔之后 若时就做起了专者的家庭嘱咐 每天都亲手喂小家伙吃饭 直到完全喂完 各种家务活什么的 也不再去做 有一句客家话来形容就是 蓝丝马 杰克实在没眼看到 说他每天只知道陪公仔玩 老公也不理不管 这日子没法过了 冲过去一把将刀拿到五万 只有这样 若时才会完全献醒过来 接下来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若时这年也变成了一只公仔 跌尾 惊得杰克那时 当场怀疑人生 原来若时早在不久前就已经死亡 当时杰克看到这么沉迷公仔 就偷偷藏了起来 若时一时失去寻知 隔弯自杀了 杰克伤心悲痛之下 又找到做公仔的看见 做了一个若时一样的女性公仔 这才有了若时好像变成公仔的那一幕 儿子和老婆离世的双重打击 杰克已经完全崩溃 于是利用公仔的幻想 来逃避悲痛的现实 而每天只能和公仔相处一小时的规定 也早已被打跑到脑后 幻想或现实 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 老婆和孩子可以陪在他身边 即使是习惯的 看吧 我只想说 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奇奇争争争 母亲因为接受不了儿子离世 最后隔腕自杀 丈夫也因为无法接受妻子的死亡 沉迷玩偶的幻想 那他最后 又会以什么方式离开人世呢 到时候就真的是一家团聚了